大家好 22点37分啊 这有一篇文章不错啊 叫做 把一手好牌 打得稀烂的隋阳帝啊 没有哪位皇帝继位时 能像杨广那样 拿了一手的好牌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隋阳帝 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是吧 你说谁呢 是吧 又指桑骂怀影射 是不是 敢妄议 是吧 给你弄个文字欲 敢妄议就弄你个文字欲 是吧 你活腻歪了吧 是吧 你脑袋瓜子还长在肩膀上边吗 是不是啊 致使负数无比的大隋 遭遇脆断 脆断啊 就两倍就完了啊 而他自己也伸手异处 让人给宰了 是吧 就是那个那个景山 是吧 死在那个歪拨树上了 他到底是怎么打的这把牌呢 历史上的秦朝也是二世而亡 但胡亥继位时只是一个傀儡 大太监赵高想要他的命连眼皮子都不带眨的 而且六国新灭 各地都想起来复国 正所谓 处虽三户 亡秦必处 这个局面不是赵高和他就指的胡亥这个傀儡啊 有能力应付的 三国时代的蜀汉也是二世而亡 但谁都知道蜀汉在三国里最弱 老大是曹魏 老二是东吴 孙吴是吧 老三是这个蜀汉 刘备啊 后主 阿斗 拿的可不是什么好牌 阳广继位时可不是这样 天下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大动荡 此时刚刚恢复一统 人心思定 而且此时经济发展 人口众多 富的流油 唐朝的第二代的皇帝李世民就曾一再说 隋阳帝继位时 海内因父 天下强盛 事实上 即使经历了隋末十多年的大动乱 但也没有出现历代动乱中必有的大饥荒 因为隋朝的储粮啊 储备的粮食啊 根本就吃不完 一直吃到李世民的真观年间 大唐之父一半来自隋 因此李世民又说 假如隋阳帝老老实实的呆在长安 傻也不折腾 大隋也不至于败亡 话是这么说的啊 若能长处观中 岂有清白 可是隋阳帝不顾百姓 弃得穷兵 放弃了道德啊 穷兵独武 顾家寡人啊 失道多主 很快就 移取颠覆 就被颠覆了吗 问题出在隋阳帝 喜欢要得官兵上 要悬要的要 道德的德 官看的官 士兵的兵啊 要得官兵上 也就是说 因为手里的牌太好了 普通的打法 显不出他的水平 于是他想方设法的 要打出不一样的花样 一方面大兴土木 请外人进来观礼 在他们面前显背 天朝的富庶 一方面望开边训 我看挑信边信 挑信的信 去收复华夏的一贯领土 高丽 应该是高沟丽吧 不是高丽 高沟丽和高丽 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啊 刚继位 隋阳帝就迎见 新首都东都 东都可能是洛阳啊 每个月都征调 两百万人 这是当时全国南丁的 十分之一 成年男子啊 身体健康的十分之一 那当时看来男丁有两千万哈 男的两千万 女的两千万 四千万 是吧 后来又开发各段的运河 先后调发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 此外还在榆林 这个榆林不是今天的陕北的榆林啊 是今天的内蒙古的托克托的 托克托是个县西南方向啊 还在榆林以东修长城 再次调发南丁一百二十万人 死者过半 修长城那过程中有一半的人都死掉了啊 总计十年间 共扰动农民 惊扰调动 就是折腾农民啊 这个不下一千万人次 天下死于义 天下的很多人死于这种 是吧 老义啊 修运河 从后世看 是件好事 但当时 却是为了他自己的玩乐 为了幸由江都 江都就是今天的扬州啊 他大造龙州 这个楼船 上数万搜 最大的龙州有四层 高五十尺 长二百尺 第四层上面有正殿 内殿和东西朝堂 中间两层有房一百二十间 都用金玉装饰 杨帝啊 随杨帝 由江都时 率领朱王 百官 后妃 宫女 等二十万人 船队长达二百余里 索经周县 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 后来 虽天下飘摇 但他还密诏啊 下了一个秘密的命令啊 密诏 江淮朱骏 搜罗民间童女 只要漂亮端庄者都要送来 童男童女 他叫童女啊 小姑娘 哎 这个 他都要玩弄啊 随杨帝对内穷奢极欲 耗尽民力 对外则耗大喜功 徒劳无功 耗大喜功 就会徒劳无功啊 为了夸耀大隋的富数 从大业六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一十年开始 每年正月 杨广都请来各国使节和商人 汇集在东都洛阳 正月十五在端门街 举行盛大的摆戏表演 戏场周围长五千步 演奏乐器的有一万八千人 月声 几十里之外都能听到 从黄昏至清晨 灯火照亮了天地 至月末才结束 从此 每年都是如此 耗资俱万 好吧 朋友们 先聊到这儿啊 隋阳帝这孙子啊 太坏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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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